但是后来还是带你去看了那个女的名字 你是带我去看了 你都没有问我要看什么电影 就在手机上随便团了一个是吧 挺好看的 女生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 你已经下定决心分手了是吧 还是没有 对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留恋她什么呀 你明确一下 这问题你应该问过你自己很多遍了 对 我问过自己很多遍 但是 有没有答案吧 告诉我 她会一会儿对我好 一会儿对我坏 我不知道 这问题咱们可以不答 你跟她站在一起 你自己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我指着配得上可能就是外表 你配得上她吗 你自己觉得 自己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天生有点自卑 然后就好像那次 她私自拿我的手机 然后发她的朋友圈 用我的手机发她的照片 没经过我的同意 因为她总是拍照的时候 把自己拍得很帅很拽 然后发那个图片和文字 从来就没有关于我的 让我怎么想 或许她就很享受那些 她不是拿你的手机 发的她的照片吗 对 但是她只发她自己的 然后平时合照的时候 她就说拍得那么帅发了吧 因为可能是 我就这种性格 然后不希望别人看到 然后评论一些 说三道四的 那样我会很尴尬 可是她在说你们什么呢 会觉得很配不上她 你自己觉得配不上她是吗 我就觉得我站在她身边 就好像一个灰姑娘一样 那样子的 我真的特别敏感 尤其是跟她在一起 我们走在街上 我们俩那天刚逛街 然后就是我看一个女孩 穿得挺漂亮的 我说这个女孩 穿的衣服挺漂亮 你说过好多次了 对啊 我说 我就这么随口一双这个事情 然后从那之后 她就拿出这个事情 就千千说 千千说 行 你愿意跟她一起逛街吗 姑娘 你现在不太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是 我先解释一下 我这个人吧 就是平时 除非就是 穿衣服都会问摄友 然后该怎么样穿会好看 然后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又那样子说我 而且说了好多好多次 她也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也不在意我的感受 然后我就觉得 她应该更适合 或者她自己就喜欢 又高又瘦漂亮的女生 然后每次出去的时候 她的朋友也都是一些 比较高比较帅的 然后我就觉得 她或许真的不喜欢我 只是当时觉得 刚好遇到了一样 就包括走在路上 我都真的挺害怕的 她多看别人一眼 我都心里会咯噔一声 我都不知道该 反正就是 理解了 一个挺真实 挺可爱的小姑娘 真是碰到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王子了 突然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王子稍微做一点什么 过分的不过分的 我们俩刚刚在一起不久 我也没有要求她说陪我很久 然后也没有要求 每天给我打电话 发短信 从来都没有 觉得自己很卑微是吧 对 不想再卑微下去了 但是发现这臭小子 又是个毒药 还想接着吃 是这意思吧 可能就是我先追求了她 然后她就觉得 但是我想为自己做一次主 但是我真的很纠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又会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所以当这些男生 倒回头来追你的时候 你更迷茫了 这臭小子要干嘛 对吧 好了 这臭小子要干嘛呢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院 这臭小子要干嘛